辽宁南兰第一调的王者 他的作用已经超越韩德军 帮助辽兰一向出去联盟第一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九点体育 九点体育咱们聊久一点 希望大家能在视频下方给我点赞和关注 好了 咱们言归正专 目前辽宁南兰已经是六胜一负 在联赛中的积分已经达到了榜首 而在最近辽宁南兰也是以100一杀比100 战胜了广下南兰 结束了对方的六连败 而对于本赛季的辽宁南兰来说 与上个赛季最大的不同就是 在竞端表现非常出色 而且几名的主力得分后卫 都有着出色的发挥 特别是郭艾文 他的表现非常的稳定 而其中大家可能都认为 韩德军召集为郭艾文是绝对的核心 但是实际上辽宁南兰是有一位低调的王者 而他也是韩德军的最大帮手 而这位球员就是李小旭 很多人一直说 辽宁南兰的内线是最大的赚白 包括很多知名的解说 苏群他也是说到 如果辽宁南兰一直依靠韩德军的话 那么在最近两到三年之内 可能还会受到最大的制约 那就是韩德军不可能一直打下戒 早晚会有退役的那一天 而苏群的言外之意就是希望 杨明能够尽早找到韩德军的接班人 而林小旭默默无闻 成为了辽宁南兰的内线的稳定球员 他对于辽宁的价值特别大 目前林小旭也创造了辽宁南兰的对视 成为了代表球队出战时间最长的球员 而在过去15个赛季里 李小旭也是多次受伤 而且错过了两次南兰的总决赛 而这也是辽宁南兰丢失总冠军的原因 相比较韩德军来说 李小旭的脚步移动速度更快 而且拼抢南兰的爆发力量更强 特别是他的意识更是比韩德军高了一个实距 而辽宁目前韩德军脚步跟不上 而且个人的经验和能力上 也是完全落后于李小旭 但是李小旭也并不是没有弱点 他的最大弱点就是身体对抗能力上 不如韩德军 甚至有人说李小旭是辽宁南兰的二哥 在对阵广沙队的比赛中 李小旭抢到的篮板数量竟然比对手多了五个 而且他帮助辽宁南兰以场均52个篮板球 稳居联赛的第一位 这毫无疑问 辽宁南兰的篮板能力 已经成为了联盟最强的球队 那么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下留言 明天上多数字晚点 请不吝点击